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11月12日星期六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所說 有大陸離境旅客宣稱 他在機場出境時發現邊防人員 對手持住中國護照的旅客盤查得異常嚴格 另外有移民顧問也聲稱 下午夜接到上級的通知 要刪除所有關於移民的群組 另外也有顧問聲稱遭到了當局約談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究竟邊防人員 是怎樣盤查出境的旅客 而且他們主要是針對 拿著大陸護照的旅客 拿著外國護照 出入自如 其中一名旅客 他剛抵達了日本 從成都的機場出境 他宣稱 在出境時 邊防人員向他們問了很多問題 比如說 為什麼你要在這個時候出去呢 疫情這麼嚴重 你要去哪裡呢 你出境的目的是什麼呢 你是要去公幹 還是有些特殊的事幹要辦呢 那個出境者就需要提交很多資料 給邊防人員去查看 這個出境者就說 由於他是經常往返大陸和日本 故此邊防人員對他的盤查 都已經是稍為寬鬆的了 但是對於其他那些 在短期內 無出境紀錄的旅客 會被叫到去小房間 仔細盤查 即是踢入黑房 問到你猛的 最好你就自己知難而退 帶人我不去啦 那就放回你回家睡覺了 如果死都堅持說要去的 大劑 打爛沙盆問到得 一定要 回答那些東西 是要適合長官聽的 他就放你去啦 這個旅客還說 在邊防那裡有幾道關口 出境關口有四五個男人 站在出口那裡 看完你的證件 就要做一個分流 就看看要不要帶你 進去旁邊的小房間 再盤查 即是從源頭分流 這些叫做 哈哈哈哈 這個東西沒有 他因為經常往返 打印的 那就不需要問那麼多 那些工作人員 就會看看你的文件 先是初步查詢你去哪裡 再看一看你的護照 這個就是初步的盤查 一個禮拜之前 去到日本的一個南京人 就說 他在南京機場出境的時候 邊檢人員就問他 喂你去哪裡 他就說 他去泰國做身體檢查 並且提供了過去幾年的檢查紀錄 以證明出國 真的是為了做體檢的 現時他就是旅居去日本 他就說 大陸就不太願意讓民眾出境 他感覺到 在邊防那處卡得很嚴 如果是沒什麼必要的 就不讓你走 即是去旅遊的 就不讓你走 這些根本就是 使得外匯流失的 是特區政府那麼喜歡賭米 搞個零加三出來 促進日本的經濟 提振別人的消費市道 大陸就說不行 沒什麼必要 旅遊的就不用想了 除了說出國留學的 公幹的 例外 而且還需要提供入學的通知書 才放行 所以就很嚴格 這其實也是 家常便飯來的 問長問短 因為都不是新鮮事 不過現在 因為配合移民顧問 被人整頓 所以這些事情 又再有很多人拿出來說 我們看看 整頓的情況如何 移民顧問 很大劑 在大陸做的 在澳洲做的 沒問題的 譚常偉的長子 沒問題的 我們看看大陸的情況如何 在星期四的時候 一個位於江蘇的社交媒體帳號 Sunny移民簽證永居護照項目方 就發表貼文 他說剛剛連夜 是接到公司的指令 要刪除微信朋友圈裡面 所有和移民相關的內容 清零 並且要求他退出 所有移民的群組 好 他還引述 說已經有些同行 那些行家 被請了去喝茶了 即是叫停你 溫馨提示 你不要再搞下去了 喝茶算好了 是不是 不是立刻行政拘留 抓人封艇 先喝茶 你敬酒不喝 就喝佛酒 你再搞下去就不行了 那就沒有了 他一喝茶就收皮了 是不是 這個東西就說 移民行業可能即將面臨整頓 不知道未來還有沒有移民公司 幫大家潤 這個潤 在微信的朋友圈上面寫的 他說有想法的 請盡快安排 遲了未必幫得到你 潤就是走路 就是run的國語的諧音 至於在微博上的情形又如何呢? 移民的話題 就沒有完全被屏蔽 但是單日的閱讀量 就被降到只有七萬三千 十幾億人口 只有七萬三千個閱讀量 這是很明顯經過了壓抑的 限了留的 至頂的帖文 也不乏一些 我是真的不喜歡國外生活 即是暢淡移民的 就算被你找到的內容也是 暢衰外國的 這些香港的黨媒 紅媒也很多 唱到你臭 唱到你爛的 現在大陸也是這樣的招數 總之說 在外國生活很慘淡 那些華僑不走的 那裡才死 你真是找鬼信 這麼多人潤出外國 都沒有人潤回大陸 沒有人回流回大陸 哈哈 你經常說這些 自欺欺人 除非那些人蠢得很交乖 他都會思考這件事 每個人走了 又說到外國又窮又賤 為什麼沒有人回大陸呢? 是不是? 沒有的 最近有一個在外國 回了深圳 做教授 一千零一個 就可以拿出來當新聞報 所以你說少得多可憐 回流那些 好了 移民話題 似乎是被人為降溫 我也認同 限了流 不過 有關於移民的超話 仍然能夠在微博上存在 至於在微信方面又如何呢? 移民的微信指數 達到了三千八百三十四萬 亦能夠輕易地搜尋到 有關於移民的資料 三千多萬人 這是真實的 移民指數是過往一個星期的 七天內有三千八百三十四萬條的討論 是談及移民的 平均每天都有五百多萬次 這就是見過微博 微博那些七萬三千次 有沒有那麼少呢? 幾百萬就差不多 因為始終不是每一個人都有 經濟條件 有這樣的能力去移民 所以 這個數字 我覺得是比較準確一些 貼近現實一些 至於現在大陸的移民趨勢是怎樣呢? 我們看看南華早報的報道怎麼說 原來在早幾天 四川的一家酒店 舉辦了一次長達三天的移民座談會 找了移民中介、移民顧問 是一個行業的龍頭聚會 而且可以說是盛放空前的 因為這家酒店的所有房間 很快就被那些與會的顧問和中介 訂滿了 證明是真的有人去的 報道還說 中共二十大的結果 是動搖了民企和大陸的有錢人的信心 報道引述了一個中年的女人說 她的老公是廣東省一家民企的合夥人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 她都一直在猶豫 是否需要移民外國 過了二十大以後 她就終於拍板決定要移民 這個人還說 她身邊所有的朋友 都有相同的想法 她就解釋 之所以要決定移民 是因為在當前 中國的動態清零防疫措施下 她的小孩生活變得非常之不正常 而且當局還可能會改變 過去四十年的經濟政策 對於那些有錢人來說 是極具爆炸性的 他們感到相當憂慮 因為不知道在新時代裡 究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將會如何改變 以及她所帶來的衝擊 是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 以及引領他們向何方 其實這班所謂的中產 或者是民企的老闆 都已經算潤得慢 因為有些人是民風先頓的 一看到中共二十大 那個政治局常委 七個都是習家班 幾多這樣的大老闆 房地產的龍頭 即刻潤 馮小剛也說去了美國 她說會回頭 大家密切監察一下她會不會 因為那些人看到 在黨內已經沒有任何制衡空間了 總書記要執行一些事情的時候 在黨內已經沒有制衡的力量 阻礙的力量 她基本上想怎樣就怎樣了 故此來說 現在越來越多的訊號 是反映計劃經濟有可能的 就是捲土重來的 難免使得這些有錢人權貴 又是會覺得越來越悲觀 一會兒又說要搞什麼公銷社 搞得公銷社上來的時候 會不會遲些搞一套公司合營呢 如果一推這個東西 就渣都沒有了 那時候 那些科網巨頭 就已經糟糕了 要跟國企來去合組公司 他名義上就沒有說 吃了你那家民企 那些阿里呀 騰訊呀 仍然在那裡 但是你要跟國企業 合組一家新公司 那麼將來那些利益 是撥歸那家新公司 還是要繼續由你那家 所謂的民企來去賺呢 那麼很多人都 有個疑問在那裡 那些有錢人就憂慮了 再加上一件事 現在大陸就說要堅持推動 共同富裕 那些措施就越推越多 先在二十大的時候 就說要搞一個 規範財富積累機制 之前都已經是有 禁止財富無序的擴張 那麼現在又說 整個高正值人群管理局 又說要推個註銷戶籍稅 那麼所以那些人就要當機立斷了 究竟走與不走 越遲走似乎那些關卡就越多 你遲些走 可能又要交筆稅 擺下幾兩 是不是 即是說錢 找個秤秤秤秤秤 幾兩錢都很重 然後 還要整個高正值人群管理局 查你過往這麼多年 有沒有偷逃漏稅 死定了 所以那些人 有得潤就潤了 還說他身邊所有的 那些有錢闊老朋友都有相同的想法 正常 是不是 要不然你留下 就被人管理 整個局去針對那些高正值的人群 再加上大陸到現在都繼續說 要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 不猶疑 不動搖 你硬有錢也好 你也是要接受他那套 他說要推健康碼 你就要健康碼 他說要什麼 你就要什麼 他說要封城 你又不能夠到處走 除非你是能夠做到很高級的權貴 如果你是中產的 或者是那些民企老闆的 你都是普通人而已 哪有特權呢 如果不想被人管 或者想個小蚊子的 教育環境好些 那怎麼辦 要不你送他去外國讀書 要不你就潤一份 現在似乎更多人 就選擇後者 一起潤 使得他小蚊子的生活 正常化 真正的復償 去到外國就復償了 很多人都這樣 馮小剛說自己愛國 那女兒去外國讀書呢 是不是呢? 中鎮圖也是 個個都是 這麼愛國 不要經常說愛國 老實說 大陸這麼多高等院校 有什麼沒得學呢? 當然很多東西都真的沒得學 但是你大陸沒得學的 在美國、在外國專有、獨有 他會不會收你大陸人才行呢? 現在的審查越來越嚴謹 那些敏感的科技 還會被你接得到嗎? 他不怕被你那些 技術無利頭轉移過去嗎? 那你去學什麼呢? 是不是? 不如浪費出來給大家聽聽 外國專有的 大陸是沒有的 有沒有這樣的科目呢? 有多少呢? 是不是每個人都是讀那些科目呢? 會不會呢? 如果你是讀一些普通科目的 那你很明顯地告訴別人 你那些子女就是要去外國那裡讀書 讀完之後 就順便在當地找工作 將那個簽證 由學生簽證轉為工作簽證 一直定居下來 就不回頭了 那說什麼呢? 經常說愛國 以前那些愛國是怎樣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 有多少海外龜橋 回去說要建設祖國一行而成 過了十年八載被人鬥到陸地 那個後話 但是那些海外龜橋 是真正愛國的 看到你新中國成立 嘩!解放了 滿腔熱血了 熱血上頭了 所以一衝動的人 就是不理性 我經常說一定要冷靜 但是 愛國有多少就是感性的成份 那些人 你說他外國 他理性到不得了啊 離岸愛國全部都是浪費 所以大陸那些小粉紅 怎麼會服呢? 你逢小剛出國 就被人鬧到七個一皮 你就靠愛國來賺錢 愛國就是視工作 留美就是視生活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